一般来说 替狗狗们劫狱除了是责任之外 这个行为也能够改善许多狗狗的坏习惯 但换成狗狗们来说 他们可不一定会乖乖的接受啊 大家好,我是狗哥 欢迎回到狗狗搞笑 今天我们就来看这只 因为劫狱而报复受医院的狗狗故事 日前在巴西有一只名叫雷洛的小黄狗 它就被主人带到受医院来劫渣 然而就在它从麻醉中惊醒后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让受医师们也完全的傻眼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满地的狼藉真的是乱七八糟 原来这只狗狗雷洛 它无法接受被劫渣的晴天霹雳 于是它决定对受医院展开一系列的报复 而这破坏的程度也让主人及受医都完全的乌语 虽然事后主人一再向受医师解释 雷洛是个乖巧的好孩子 不过我想受医师应该也是超级的头痛吧 虽然说看到雷洛对受医院的报复行动 真的会让人很想笑 不过不得不说 狗狗们真的也是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呢 那么我是狗哥 我们明天见啰